近日剛好我們人事部門在跟劉局長聯絡有關報道的事宜的時候 那麼劉局長有跟我們的人事同仁那麼表達 說因為有一些家人因素的考量 所以決定還是留在民間服務 就我們到淑女院來報道 大概有這樣他的意思的表達 那我們這樣新人選的部分 那其實劉局長的專業跟他的表現大家都有目共睹 所以對他因為一些因素的考量不來報道 也很可惜 不過我們充分尊重他的意願 那至於新的人選當然還是由長官來繼續安排洽選 看有沒有其他都能選擇 謝謝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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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大家